民眾黨五位市議員候選人一致排開 在立委邱成遠 秘書長謝麗公 陪同夏完成號次抽籤 我想其實基隆的市民非常期待 新的政治力量的一個崛起跟投入 我想其實不管是任何願意參與 公共事務的新的力量 其實對一個地方的發展 它都是正面的影響 那基隆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在傳統的藍綠結構之下 其實慢慢中間選民已經擴張出來了 2020年我們在基隆的 台灣民眾黨的支持度是11%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全國台灣民眾黨的成績支持度 已經穩定的來到15%到17%左右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年的經營 在我們秘書長主席 還有我的這個代理之下 其實是有效率的一個穩定成長 第二個就是說傳統的藍綠結構下 大家其實已經厭惡這樣意識形態的對決 所以中間選民不願意表態的 也有大概三成左右的這個市民 其實這個已經是創下歷免的新高 所以我們認為這次是民眾黨 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當然整個投票率對我們的影響 是非常的大 因為台灣民眾黨對於很多年輕的朋友 來講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所以我們也呼籲所有的 基隆的通勤組 還有我們在外地這個工作的好朋友 年輕的朋友可以C126回家來投票 民眾黨首次參與基隆選舉 一口氣提名五位市議員候選人 面對北台灣選情 秘書長謝麗公很有信心 我相信台灣民眾黨的成立 是給所有厭惡藍綠惡鬥 而且不得不投票 含淚投票的朋友們 一個新的選擇 基隆也是如此 我們五位優秀年輕的候選人 希望大家基隆相親 我們來相挺 但是在其他的縣市 我們也是如此 我看到我們每一個縣市 我們這次一共提名將近150位 包括縣市議員代表 當然還有縣市長 我們希望所有的好朋友 仔細的思考一下 難道我們一定只有藍獲得綠 候選人完成了號次抽籤 最後一個月進入備戰狀態 要爭取選民的認同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